環球投資氣氛理想,港股逆中建追落後,上週勢如破竹,恆指全周升余百分之二,指數迫近二萬八千點。 技術形態上,港股2020年初形成了頭堅頂,並在6月份出現後秋,此歷時一年的跌浪,似乎已見翻新,恆指企穩了在二萬七千三百點的前阻力之上。 中線展望二萬九千二百點的高位不算進取,在環球不明朗因素,如美國總統及國會權力移交,新冠肺炎疫情等轉趨樂觀之下,預料港股後市仍會跟隨外圍反覆抽高。 各股方面,強勢股目前相對較為直播,參考汽車及手機設備股的走勢,可見股份之間分化明顯。 弱勢股暫形未能追上強勢股的走勢,在太陽能玻璃股當中,以福萊特玻璃06865為首選,行業值得看高一線。 加恩中央早前表明,去到2030年每單位GDP碳排放,需較2005年下降百分之六十五以上。 市場預料,風電及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,總裝機容量將達到1200吉雅以上。 而國家能源局已提出,去到今年底前,全國國外太陽能及風電的發電量合計新增120千兆瓦特。 福萊特玻璃去年底發營起,預料截至去年底指全年,順利將介乎15億至16.6億元人民幣。 按年上升余倍,主要受為太陽能市場的強勁需求。 產品銷售及銷售價格軍鍵增長。 另外,公司亦表明將增加五條生產線。 目標是2021年至2022年度。 產能增加1.7倍。 福萊特玻璃本身屬行業龍頭之一。 公司預計其市佔率可在三年內。 由目前約25%,增到35%至40%。 反映公司對其由規模而來的成本優勢甚有信心。 股價方面,該公司於上週五、八日曾創新高。 並在高位出現回套。 投資者可考慮據十天線,目前處33.4元,收集。 中線上網目標50元。 穿50天線紙食。 希望相約7億億億五百生活圓。 はい。 那、就這了幸選択。 為何 отк標示... 我們成功 scam...